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创业军思》 我们经常说人靠衣装 不过除了衣服要漂亮之外 穿上身也要剪裁清身才行 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创业家 竟然是一间高级的改衣时装店 跟他改衣服要预约 而且他有一个原则要遵守 就是改完衣服不会影响本身的衣服的设计 Dina 我知道Tayla May对一件衣服是很重要的 虽然Fashion的东西我真是适合一些 但是有些很漂亮的品牌 买回来的不合身会浪费了 所以今天介绍朋友你认识 我们有改衣时装店的老板Hero 我形容他经验的行业很有趣 又传统又创新 传统就是改衣服店 大家都一定有帮衬 但是他是一间很新潮的改衣服店 你见到他的服务模式 我们一会讲一下新潮 还有装修又是 但是你如何入行先 Hero 你怎会去经营一间高级的改衣时装店 我本身是在做了制衣很多年 我又做过production 又做过branding 所以其实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师傅 但是我们一直都有 那么多年大家都有contact 有一天就出来喝茶 聊聊天 其实我自己会有时买衣服去改 但是坊间那些改衣服太参差了 不如我萌生这个念头 不如我去投资 不如你们出来和我一起搞一间公司 其实那些师傅是否很老 又不是很年轻又不是 但其实他们只是臭孙 其实如果不需要再臭孙的时间 不如我们就搞这件事 我就开始搞了这间店 你的师傅其实在七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开头的时候 在香港的制衣业最高峰的时候 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不过因为工厂不移 又或者香港已经不是做成衣製作 他们就开始陆续退休 其实是 这班师傅都挺厉害的 因为以前我们的工厂 都有一班很棒的这些师傅 专业是车板 什么叫车板呢 因为他车人的板要见客 所以这班他们的手艺 他们都比较全面 所以就 还要你这么说 不宜 所以他们就没得上去 他们就留在香港 所以不如一起出来搞 Heroq 你有好的团队 现在服务可否简介一下 包括什么 还有什么衣服 拿给你都可以改得到的呢 其实大部份衣服都可以改得到的 但问题就是要看看整件衣服的团队 我们最强项就是垃圾 衣補洞 把整件垃圾改细 垃圾很难改的 又要差不多物料 又要差不多颜色 要找到相关的东西 其实他们不需要出去找 他们的师傅很厉害的 他拿回那件垃圾上面的东西来用手积出来 他们不是用衣车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 都用原身衣服上的东西来做出来 但是坊间那些不想做 因为真的比较花时间 所以我就强项子样的 还有比较西装外套 比较西装外套 比较复杂的 可以大胆地说复杂性多一点的东西 你的师傅的改衣方法 是否跟我们一般认知不同呢 譬如我说改牛仔裤 通常剪了腹脚 摺摺摺 然后就改牛仔裤 但你们的方法是否有些不同 又或者改西装外套 通常改就场 就在这里摺了去改就场 你们是不同方法的 牛仔裤方面 如果客人要求要圆身脚 我就会将圆身洗碎的脚 剪了下来 剪了尺寸之后 我们要用薄 但可能有时颜色不适合 可能我们要用一些 因为师傅真的很厉害 用一些沙脂慢慢散开 这个真的要用手 西装外套 其实为何会在肩膀改呢 我们就不想移动楼和手袖的比例 通常会在肩膀上改 这件事就会漂亮很多 有没有一件衣服 你们师傅和你 觉得那件衣服 是你们这么多年来 在改衣服的行业里面 觉得这个也是一绝之作 我们刚刚收了一件西装外套 全香港只有一件 它全件衣服都釘满水晶 但因为客人的肩膀比较小 我们要把整件衣服的水晶拆下来 拆下来之前 我要拍好相片 弄好纸 拆完之后 我要钉上去 我要做到好像没有事发生 这个就是我们的前期丰富 要做得很好 不只是德师傅 所以我公司的团队 都要帮忙去做 那流程我听到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做改衣店 我以为你是做文物复修 即是逐个团队 逐个码拆下来 復修完 砌上去 我都想做这件事 文物复修 因为尖沙咀有很多 例如艺术馆或博物馆 为何你的店铺特意在尖沙咀开 是不是有些特别策略呢 其实都没有特别策略 因为开之前 我也有个研究 中环其实都有一班 有些自改衣服 但因为这班人 可能年纪开始大 可能他们改衣服 不需要太复杂 可能改长件物 或者胖了或瘦了 铜锣湾 因为我都是新的 我不敢 因为太多争计 尖沙咀有没有呢 尖沙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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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有多大 在北京比较少些 还有我刚刚黏着很多shopping mall 有时客人买完衣服 就立刻拿过来改 我公司就在地铁下面 他一上来 我就会避免很多不同的地方 这是我想想尖沙咀的地方 你提到选址的原因 另外装修也有特色在哪里 装修也有特色 因为我自己也有去找 之前有改衣服 但进去改衣服 有些骚髒骚 整地都是线头 或者那些fitting room 小到不得了 或者是有些没有fitting room 叫你去公司试完 就说想改什么 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这间改衣服 就把reception和工厂分开 工厂还工厂 前面就是reception 但整地都要保持很干净 让客人的新的感觉 没有给人感觉骚髒骚 这是很重要的 那你改衣服有个reception 功能上要做些什么呢 我改衣服通常就是 我去到店铺 我和师傅说我想怎么改 褲脚短两寸 衣服又和我放长一点 领位又怎么改 通常我都是在师傅和他 给一些概念的师傅改 你们在reception是做些什么呢 首先这个概念是很旧的了 通常来我改的那些人都会 好像你这样说 我想改短褲脚 通常我都不会这样做 我说你先穿给我看 因为我经常跟他说 如果你教我改衣服的时间 你不用找我改 其实如果改完之后 你不满意的 师傅告诉我 关我什么事 你叫我改的 那件衣服 那些客人以后都不会再改衣服 所以现在来到客人 我不理会有什么 你先穿给我看 可能不是你所说的 其实在这件衣服结构上 所以他说 我的reception 就会很少 我这个reception 是直接和客人去沟通 或者是偏针 因为就把师傅的东西分开了 因为有时师傅 有时我们这些衣服 师傅不想做 就说不行 但客人就不希望不行 所以 听到很哭 听到很哭 想改 不做不到 那怎么办 就是供奉 所以我就没有了师傅和客人 那种东西 我中间有了一个reception 隔开了他们 这招好 隔开了之后 第一 第一 你的门面又英俊了 看上去有个人去serve你 第二 我们所说的 沟通方面 其实会顺畅很多 会 一定会 因为有时那些师傅 突然间 你知道老师傅 突然间有些脾气 心情不好 那时 改不了 那些客人就好不高 会不会这个升格 升级了少许服务 可以令到你客户层 是否可以贵一点 或者是比较贵一点的客户走过来 光顺你们 其实不是因为它贵和便宜的问题 而是客人信不信你 因为如果他买了一件衣服 几万元 或者十几万的时间 他都想找一间 即是想哪个手艺好一点的改衣服 你说是否很贵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就觉得我是正常 可能是比街市贵一点 怎会是正常 有什么例子 街市贵一两个月 可能是 街市是50元 可能我是100元 即是欠几十元 因为我们的服务 或者我们不是街市 所以difference就是这里 那你的客员是怎样来的 是需要做很多宣传 还是大部份都不用了 其实我做好我的改衣服务的质素 接着客人就 word of mouth 即是朋友的朋友 因为可能本身的朋友群 都是喜欢穿漂亮衣服 或者要有质素的衣服 一个全一个 反而朋友群真的少一点 因为通常朋友都不会付钱 不准收钱 以及以前的传统的改衣服 都是叫阿姐洞牌派卡片 那我今次开这一间 就是真是 最初我就去商场 派卡片 开始有些客人 一个一个用口碑来做这件事 或者有些现在的网红 他们会在上面买衣服 那他们来改过 那他们就会在网上 推介来改吧 都有这些 你说是一个特别的 我给钱宣传 我真的没有 那你现在的客源 除了一些独立的客人来找你 还有没有一些公司客 有国际品牌的时装店 还有一些国际的珠宝店 就改他们整个group 几百人的制服 那你服务好了 门面好了 收的钱又贵一点 是贵一点 是否真的赚得到钱 那不如下一次和我们谈多些生意 好 继续回到创业军司的节目时间 Hero 刚才说到关于一些 改衣的行业里面的坚持 你做这门生意的时候 你和坊间的改衣店是不同的 不论装修也好 服务也好 质素也好 你都要拿得很一流 一流的服务 一流的质素 一流的价钱 你开这间店的时候 投资了多少钱 这间店我投资了三十多万 因为租金、按金和我最贵的衣服 例如烫斗、衣车 这是最贵的东西 还有线是最贵的东西 例如用针 我用最贵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东西 稀菜和租金 这是最大的成本 是 成本有这么多 都要赚多些钱才能够遮到成本 其实拿衣服 或者裤子 去改衣服的时候 其实是海鲜价 还是本身 也有一个价格 是大概改这些多少钱 改这些多少钱 因为可能改衣服 当然是不同的物料 或者不同的尺寸 是否都会因为这些不同 而影响到价钱 其实海鲜价就不够胆 因为每一个客人都很聪明 因为他们一定会问你多少钱 而且我们有一个价格 但有时有些衣服 拿来比较複杂些 或者是比较大型 可能我们会charge 价格的价格会高些 但我们通常都会解释 为何要这么贵 通常客人都会认识这件事 不会说海鲜价 没有这些东西 例如改牛仔裤 或者是改衣服 可能我们改牛仔裤 平均都是百二三元 就是改长短 原装脚 可能西装外套 如果大型的衣服 要拆光来改 都是1700至1800元 这是这个 range 不会特别的 如果是5000至6000元 如果是5000至6000元 就很大型 就是晚装 那些东西 你提到你的成本 刚才说主要是租金 装修和器材 你没有提到人手 但你又刚才说 其实你都养了一些 手工艺很好的遮瑕 那你是如何安排 或是如何计算的呢 其实人手我们那边是如何计算的呢 通常在这一行来说 都是拆账的形式 不会说每一个月 就是平均一个 salary 如果我们都想过 如果平均一个 salary的时间 我给一些复杂一点的衣服 我不改了 我给陈契 给你改 我就会没有这件事 但譬如 我可能这衣服复一点 我可能给的价钱会高一点 他们出来都是银食 他会觉得这样都可以 其实每一个师傅 每一个师傅 我们都会计算那条数 就是究竟他平均要每一个月 要赚多少钱呢 就会由我的 assistant 去赚一些单给他做 那确保他们真的会 会赚到这样的 amount 不会突然间 那个赚一万 那个赚一千 这些就没有层 这个赚多一点 就是改医师傅 其实是当自己生意做的 他想找多一点 就努力一点 又不可以这样说 要看自己的能力 如果师傅是很厉害的时间 就是每一个师傅 大家都有高低 有高手和低手 但是通常我的 assistant 我们就会问 我们很清楚师傅 强项是哪一道 要这样去分 那大家就不会有交液 因为其实你们中间 他们都会问一下大家的行情 如果太不同的时间 大家就弄得这么弱 就很差了 所以我也不希望有这件事发生 说到师傅 现在其实会不会都很难请人 因为以前香港很多的房积厂 可能已经迁移到其他地方 虽然我知道大学 都有一些相关的学科可以读 但始终功过于求的时候 会是比较难找到相应的人手 其实师傅这方面都难找 因为有些已经迁移到 有些已经迁移到 有些就不想做 现在有些师傅 现在我公司就特别一点 就是我现在就会聘到一些 时装设计学院出来的学生 他们还是在最深的时装设计 但是设计那时 你也要懂技术 现在他们就在我身上 有时跟师傅关系好 师傅就会教他们 教他们 这件事就等他们自己 要跟师傅的关系好 我不可以说 你一定要教他们 是不会的 我现在就在设计这班生力军 希望可以接得到 未来再改三行 人手上就是一些认识的老师傅 如果生血的补充 就可能是说一些 时装设计系的学生 但是走过制度 就是走私徒制 是否可以这么说 其实一直都是 其实很多这个行业 不说其实都是私徒制 真的一定是私徒制 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是你要走上去 跟师傅去溝通 问多些 你的嘴巴甜些 人家就会教你多些 其实这部首位 算不算是比较难去传授 还是普通人都有机会 入到手 其实是难的 你不可以入普通人 你一定要对那件事 要发生兴趣 你才去研究 当然我开初 为什么会开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时装 因为我做时装 我不会买名牌 就是这样 你才可以有 passion去做 我觉得 那你的师傅 是否每个人都有一个 独门绝学 一门首位 那样东西很耍家 是 每一个师傅 这个就是他搵食的秘诀 是的 可能有个师傅是专门装 有一个师傅是专门装 有一个师傅是专门装 但是我这几个师傅 都比较全面 我很幸运 你有没有试过 遇过这么多不同的客人 有没有那些 可能比较浪厉 或者那件衣服 真的很复杂 不知道怎么去改 有没有试过 很深刻遇到这些经历 浪厉真的有这些客人 其实在这个 我开了四年 其实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 但大部分的客人都很好 但可能这个疫情里面 我都见过有些客人都很浪厉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他买了一件婚纱 他又没有结婚 他就很心急 很高涨的拿来改 但他就说要放在我身上 until他结婚为止 那没有可能的 突然间你胖了受了 我便改到你满意为止 结果我们都推了不做 这件事就是我最深刻印象 有这些客人 但通常这些客人都可以 但你做一间高级的改衣店 那些人拿些衣服来改 是不是一定是贵衣服 即是一定是贵衣服才拿来改 还是有一些不是的 他很喜欢这件衣服 他就会不介意改的价钱 甚至我改的价钱是比我买的价钱 其实有的 我又不可以告诉他 你这件衣服便宜你不要改 但这件事我就不会出口 但在这个疫情里面 有些客人可能做得很健康 但又买了些衣服又不是很贵 但想让人感觉穿得很漂亮 他们都没有所谓照改 但他们觉得很棒 这个感觉很粗 例如会改什么衣服不是很贵 但改出来的质素也好 但价钱贵 T恤 改T恤 改T恤 他一件T恤 买回来带什么价钱 可能是200多元 200多元一件T恤 为什么他会改件T恤 因为他觉得这件衣服很大件 他买一件小件便可以 就是觉得很怪 小件就像偷了个姐姐的衣服 就是这样买的 所以他宁愿改 所以改衣服更贵 这件事我真的有意 我觉得这件事好像去改车 好像有些朋友买一辆二手车 便宜便宜的 但接着找人改车的时候 是贵过原本买回来的价钱 Hero 你现在主力是尖沙住一间店 未来会否打算发展到其他区域 又或者将现在这个实体的店 再复制成一个网店 去做是否可以 其实网店就难了 Fenix 因为我们 大家都要谈要说 网店我是想不到 就是做不到 面对面最好 其实我都不敢说实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 其实我们想开第二间店 在香港区 但我再大胆点想开街店 我就不想开楼上 因为你变了你的exposure 会再大一点 但是看租金 或者看长状况 还有就希望和一些 时装设计学院学生 学校想去合作 就请我的师傅去教 现在时装设计学院的学生 不是理论 是他们很旧的手艺 现在我这两个点 是很想做这件事 就是经常在想做 最后做生意之后 就是做教育那部分 因为我觉得 一些师傅都会觉得开心一点 因为他都未教过人 原来我车衣也可以教人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可以的 我想你多教一些新生袋 令到新生袋帮我们将来更改好衣服 会 加油一齐 一定要 今天真的多谢Hero和我们分享 知道如何将一个传统的行业 用一些新的元素进去 将它有一个变化 客户来到有不同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 改完衣服 不会有不同度 是和我本身的设计一样 这就是你很大的理念 一定要 我不是很喜欢将别人的东西 改成古灵正怪 人家是大师级 怎可以变成你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商店的宗旨 就是这样 多谢你分享 多谢你 谢谢你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住留言和给个like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这个钟仔 我们在最新资讯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facebook page 记住给like和share给朋友 拜拜